回来了,我是专马 这些年来,我们对霸凌这个词从陌生到熟悉 新闻媒体上几乎是隔三差五就会出现青少年遭到同龄人虐待独打的视频 让人揪心 其实还不仅仅是校园存在霸凌 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职场也好,社团也好 人与人间就可能存在排挤 无论是语言还是智体的攻击 那个和大家不同的人往往就会被孤立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融入集体 是不是就要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 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呢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影片可就厉害了 影片里的男孩不一样的非常出格 竟然酷爱穿女装 更是勇于做自己 面对霸凌也毫不退缩 怪奇秀 比利从小面对父母离异 独自在浮华开放的母亲身边长大 热爱一切华丽和精致的东西 出口就是王尔德的名言 肆意张扬地生活着 直到一个夏天,母亲离开 他被送到父亲所在的南方小镇 这是一个有着漂亮的草坪庄园 也有着最保守分歧的地方 比利在感到不安时 会习惯性地躲在柜子里 我们看到的她 装扮得像一个贵妇 涂着亮片的眼影 管家阿姨见状豪意提醒 比利表示 我当然不会穿成这样去新学校啊 镜头一转 她根本就是打扮得更夸张了好吗 一身中世纪的贵族盛装 浓厚的黑色眼影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与众不同的同时 也意味着遭到嘲笑和排斥 对了对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比利很眼熟呢 她就是前一阵 骗走我一百神眼泪的英剧 去他妈的世界男主小J了 摇身一遍女装大佬 划分真的很不一样 一样的是 她还是那么鲜瘦 不受欢迎 欺负比利的人中 为首的是准备竞选 反校节女王的胖姐 和她的塑料姐妹花们 以及一群高大威猛的球队运动员 都算是校园里的红人那种类型 从来不拿别人的痛苦当回事 一开始 他们还只是语言上的攻击 幸好比利也绝对是一个 不甘于落在下分的主 语气嘲弄刻薄 常常反而怼得对方哑口无言 神态和腔调兼许优雅和必持 斩斗直输五颗星 这个一头卷发的纤细男孩 内心虽然敏感 表面就表现出来更多的强硬 用尖刻和机制武装自己 他会在父亲问他新学校 适应的怎么样时 反驳说我又不是一颗盆栽 什么适应的怎么样 然后偷偷躲进房间里 深思历劫地给母亲写信 求他快把自己带走 并且比利的性质上 是要喷香水的 脱脱的一枚精致个儿啊 这里的一切对比利而言 都是那么窒息 但还是有人看到了 他身上的难能可贵 被他的特别所吸引 平凡无奇的多嘴妹 自来书地成为了比利的好闺蜜 橄榄球明星小空翻 也向他表现出善意 但校园气凌还是在愈演愈烈 更可怕的是 无论同学怎么欺负比利 老师竟然做事不管 比利忍无可忍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击 那就是装扮得更加夸张 其装衣服 花样妆容 轮番上阵 鼓足勇气 旁若无人地穿过人群 比利的行为激怒了一群保守的学生 他被骗到一间空教室 遭到门面人的围殴 这次他穿的是一件洁白的裙子 头戴面纱像一个圣洁的新娘 只是面纱下血红的诡异妆容 在无声地诉说着内心的痛苦 一拳一脚 不间断地落在比利的身上 镜头在比利和母亲跳舞的画面间切换着 暴力和美豪混合在一起 更加让人心碎 直到小空翻总算冲进教室 救下了昏迷的比利 这样的校园暴力触目惊心 其实仔细想一想 我们的身边难道没有发生过吗 最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对所谓娘娘腔的男同学的嘲笑 对旁糊糊的女同学的戏弄 只要是和别人不同 就有可能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被孤立 甚至被霸凌 比利在医院里醒来 她是那么孤独 假装身体不行 把小空翻留下来陪伴自己 出院后返回别墅休养 比利和小空翻的友情 更是在相处中渐渐升温 小空翻推着比利的轮椅 在庄园中疯跑 两人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 谈论童年 敞开心扉 小空翻从小就喜欢漫画和艺术 却被父亲逼着打橄榄球 其实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接近比利 是被比利身上的自由和勇气所吸引吧 但出于保护比利的心理 小空翻还是劝说比利 少为做一些改变 比如穿个牛仔裤 不发妆 打扮和行为举止更男性化一点 这会帮助她在学校活得更容易 比利还不太愿意 小空翻使出了杀手锏 她说就算是为了我 这种话有没有很熟悉呢 经常会出现在情侣之间 一方对另一方说 为了我请你改变一下 我觉得比利和小空翻的关系 在友情和爱情之间 互相有好感 陪伴支撑着比利 度过了受伤后的这段艰难时光 美妙的恰到好处 让双方都不忍心 更进一步去捅破它 比利决定尝试一下 打扮得正正常常的去了学校 大家也热情的欢迎她返校 甚至派出了啦啦队又长又跳 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回到家后 比利打扮成蓝色的人鱼 在一对泡泡中美得如梦如幻 她一步一步走上楼梯 身影落寞 但还是喃喃的说道 她必须做自己 比利终归是比利 她有着太张扬而美丽的灵魂 没办法为外界而委屈自己 她还是要特立独行 明明只是一篇读书报告 她也要花大力气打扮成书中的人 把所有的情绪尽情都演绎出来 在体育课上 比利看到男生健美的身体 自然而然有了生理反应 非常尴尬 更是被大家嘲笑 小空翻为比利说话 反而被别人叫鸡老 冲动的和对方打了一架后跑开 比利追上小空翻 在一群女生的骑红中 不敢真实面对自己感情的小空翻 心情复杂 口不择言的叫比利鸡老 让她别碰她 比利的学校生活重新烂到谷底 更糟糕的是 她还从一直视为心灵支柱的母亲那里听到 母亲当初生下她只是为了钱 比利受伤难过 躲进柜子里 幸好还有管家阿姨的安危 阿姨虽然平时冷冰冰 但关键时刻总是带给比利一丝温暖 当然 比利可没有这么容易被生活踢倒 她坐在高高的教学楼楼顶 一副想要跳楼的样子 地下室胖妞在接受电视台采访 发表返校节女王竞选宣言 比利根本不是要跳楼 她竟然高调宣布也要参加返校节女王竞选 这个竞选向来只有女生参加 比利此言一出 立刻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 一开始 很多人都嘲笑她异想天开 就连父亲听到比利竞选的消息 也觉得丢脸想去外地避开 但被管家阿姨一番痛斥 父亲这才无奈袒露心计 她也试过去接近比利 但都被推开了 管家阿姨告诉父亲 那你就继续试啊 其实父子关系里 要有人真正努力去沟通 去靠近彼此 尖兵才会融化 学校那边 在多嘴妹的帮助下 比利获得了暗影人的大理支持 所谓暗影人 其实就是指学校里 默默无闻的那类人了 他们虽然常常被忽视 但有着无处不在的力量 制作竞选物料 打听对手信息 都不在话下 在他们的帮助下 比利甚至获得了 对方阵营成员的倒戈相向 绅士日益壮大 小空翻也祝他选举胜利 并且说出 很怀念他们曾经度过的那段时光 两人微笑着和解了 返校节上 胖妹的出场平淡无奇 比利坐在高跟鞋造型的 花车上出场 风情万种 把全场气氛退向沸腾 她的竞选演讲更是打动人心 她退去了平时所有 引人注目的装束 只留下一张未经修饰的面孔 站在众人面前 比利清楚地看透了 很多人都有怪胎的一面 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但因为害怕被集体所排斥 只能把怪异藏在心底 只能默默在心里飞翔 投票给怪胎比利 其实相当于 投票给个人心底的怪胎 爱你所爱 走自己的路 这不容易 却很重要 比利的这段话打动了很多人 包括来到现场的父亲 父亲理解了比利的心 比利也终于正面 向父亲说出自己是gay 大胆承认真实的自我 而不是在拒父亲千里之外 父子温暖地拥抱 最后 比利虽然还是没有赢得王冠 但他赢得了一直想要的尊重 比利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 走在校园里 不再有嘲笑的目光投射到他身上 他露出笑容 他知道 这是改变偏见所迈出的一小步 比利的勇气 获得了这场胜利 我们的人生中 有很多关于选择的时刻 是选择随波逐流 还是选择勇敢做自己 是不是一定要上个好学校 选个好专业 找份好工作 还是遵循自己的喜好 是不是女生一定要温柔优雅 要稳定 要在30岁前结婚生孩子 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 是不是男生一定要拼命赚钱 要买房买车 还是先去看看世界 选择没有对错 但当你勇敢做自己时 会感受到飞翔的自由轻盈 求留言 求淡幕 求留言 求淡幕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好关注 好关注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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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